这个视频我们实测一下 iPhone 14手机通过 Intel Unison软件 把手机上的大视频文件 用无线网的方式传到Windows电脑上 现在Windows电脑也开启了 Intel Unison 我们选择一个9分钟的视频 这是1.54G 选择添加 开始传输 正在传输 其实它也在用 给予网的无线传输 苹果手机和苹果电脑 可以用IRJob传输 但是Windows电脑是没有IRJob的 我之前是用Windows共享的方式来传输 但是那种传输方式有问题 它是通过SMB协议 经常会丢失设备 每次用的时候都需要重新添加一次远程设备 这样很麻烦 传完了 用了53秒 1.5G的视频 用了53秒 Hi Siri 15除以53 1秒钟28.3兆 我手机和电脑都用的是WiFi6 手机用的是1200MHz的连接速度 最后补充一下 你用的电脑一定要有蓝牙才可以 因为这个软件需要蓝牙 另外 Intel Unison这个软件 它只能连接一个设备 我有两个手机 它只能默认连接一个 你要连接第二个 它会把第一个顶掉